Botel 武艺术 教养苦海浮沉记 这个大家都有浮沉 这个作者是刘昭仪 昭仪你好 嗨 靳贤 大家好 我是渣男与逆女的阿母 昭仪 我是一直在苦海浮沉 现在阿母的中午 还在想 渣男几岁 现在要生六年 国小六年级 妮女呢 妮女在要19岁了 要19岁了 是 说要出国认识了 要出国认识了 19岁出去 你怎么会不敢一个 当然不敢 一定会不敢的 但是我是觉得 小孩像是一样大寒 一定要让他有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方式 去长大 看怎么样 面对自己的人生 一定要这次 一定要来一次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你有没有背他去吗 我说没有 我想要让他自己去 自己去外面 打拼一下 适应当地的状况 我说三岁了 我说 你知道我有多厉害 爸爸妈妈有多厉害 我们介绍赵宇 也是要给大家知道 其实他也是算 政治工作者 他是罗文家的太太 一般 一个先生 或是在外面 做政治工作 太太像人说 要做家庭 有很多太太 承担很多先生的 政治工作 你有没有 之前他在选记的时候 有他的团队 跟我说 多少太太也要出来 所以之前在选记的时候 我都有 跟他讨厌 但是 我说坦白的 我实在是 没适合这个工作 我做的没有那么好 第一个 政治这个专业 我其实不说 改了解 这个详细的状况 我不是那么了解 那另外就是说 政治上面要 很多操作的技巧 我也不大懂 对 我只能像一个 像人形立牌 这样出去 说这是谁的太太 谁的牵手 但是因为我自己 也有我自己的 自己的主张跟意识 我总觉得说 我就有自己的名字 我是怎么 大家背那个彩带 什么 要谁说 某某某的牵手 跟某某的名字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我可能不是那么 擅长做这些 有道理 候选人的彩带 面对我说什么人 对 什么人 瞎解的关系 对 你如果有注意到这个 你会做自己的事情 有中心思想 我早就 他两个小孩 这时都要玩 拨大人 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我看你这本世里 你会够用 而且是苦海 而且浮沉 都扑着扑着 扑着扑着 苦在哪里 像我跟我女儿说 你现在学习 在当一个女儿 其实我也在学当阿母 大家都在学 这条学习的路 又很漫长 其实不见得 可以看得到终点 我就是感觉 光这件事情 你就要有意识 没有那么简单 对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希望可以 让自己 还有让孩子 一起学习的过程当中 要很快乐 要很快乐 对 这个是我很追求的啦 我这本世 看起来 封面写得很坏命 你也没说太素心 我一个好心是渣男 一个女孩是逆女 整个生活是苦海 真的 可是你打开给他看 你就开始嘴角向上 因为我觉得 这个阿母的幽默感 怎么可以 十几年后 还老呢 因为小孩也不对 对吧 我也是要加事啊 没错 你觉得这样一路走来 你让做一个母亲 让做一个父亲 我始终可以维持一下 比较真面 那有什么样的条件 我是觉得说 我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 也有感觉说 我很失败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要去想 你真正希望它是什么 其实有时候 你只是自己觉得 在外面没面子而已 或者是他没有符合你的期待 而那个期待是很空虚的 是搞不好是你以前 你小孩时 想要达到没有达到的 那是不是到底 是不是真正小孩子应该要 这个孩子应该要 不一定 所以我很快我就学到了 每个小孩有自己的样子 他有他的学习的方法 或者是目标 跟你的不一定要一样 我跟我先生 两个位小孩都很会认识 好像没什么困难 我现在回想 好像没什么困难 什么考试什么的 要认识不认识而已 我看是台大 你看孩子压力多大 真的 真的 那有什么加分 那是压力 真的 所以外边人就说 做你的孩子也很可能 对啊 因为爸妈说很好 所以我们以为 认识没什么难事 不难 简单 但是其实每个小孩不一样 那你会生气 他不要讨厌 他不要下功课 他做事做得不好 是什么 因为你真的关心他 有没有做好吗 还是你只是因为 好像讲出去有点没面子 还是因为你原来以前 小时候想要达成什么目标 你本来想说 这个女儿 这个儿子 可不可以帮你达成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 那你从头回到那个原始的 去很真实的 去面对自己 问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也没有那么对 也没有那么重要 你坚持的那些 所谓的目标 比如说 你会希望你小孩考试 一定要几十分以上啊 什么的 好像也没有那么 是必要坚持的 对孩子 教养过一点 他做这个给你很失望 我又觉得我 好像是自己的期待落空 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失望 可是你有有一些原则 你有说 他做什么事情 你会真的想起 对吗 没不对 我觉得静贤 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 就是当我 我到底要给他什么期待 我到底要给他设定什么目标 父母一定要做的啊 我们是做他的指引的 引导他的人嘛 所以我就是跟我 我两个孩子说 我说 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 如果你在家里 或是在小的时候 在同学跟同学 你会说谎 你会偷窃 这种就是我的底线 所以我说品格 是我们全 就是我们全家最在乎的事情 什么这些 我刚刚讲的什么偷窃 这些都只是表象 但是品格 就是我最坚持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他们 要有一个很良善 很正面的心 说起来也是 基本本的设定啊 价值啊 对 但是你要有这个态度 你就必须要怎么养成 对 这个我是感觉 现在的 对我现在的我来说 比我要求他们 抠起 要抠九十分 说抠都 抠得好 抠得满 抠得 抠得 都很漂亮 那个来说 对我来说 是比较在后面一点 不是说不重要 就比我刚刚讲那个品格 我觉得是放在后面 其实 早上他说起来是 他说得很简单 不要说白菜 不要抠得东西 听起来这个标准 不是很高 可是他说的 要是整个 对 你不要走进去 对 这个讲起来是有点抽象 你会怎么把他 具体上怎么把他分担 还是说他会怎么 跟你反抗 我举个今天早上 大家发现的事情 我家那个早男 在一起来吃早餐 就说 我今天怎么可以吃什么 我说 但是我已经帮你准备 另外一项东西 他就说 他就这样给我做一生 我就说 我做这些 为你做这些事情 其实 如果是只要管我自己的话 我根本不用做 我不用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很乐于 乐于为你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 我为你准备 好吃的早餐 但是我希望 我的小孩 我这么乐于 为他付出的小孩 不是一个 不知道 感恩 喜福的小孩 我就今天早上还跟他 就真的 我没有表情的 跟他讲这件话 就很正经的 跟他讲这件话 他没有我怕到 你知道吗 因为我平常早上 都是跟他打打闹闹 对 所以这个教养是不是 timing 这个时间也很重要 就是我觉得 可能就是刚好 在这个机会点上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跟他讲这件事情 对 不过因为 早上两个小孩 因为你两个孩子 个性差很多 没有 对 看起来 我想说 你要怎样 往返 北极 难极 因为我以前 我女儿 长大一点之后 我想说 我特动 我女儿 我照样就好了 没想到 又是另外一个 一个考验 对 所以就是 我就觉得 可能这是上天 真的要给我一个 试验 就是说 让我学着 怎么样做一个 更好的人 因为我看了很多朋友 他想说 我两个小孩 我大小孩 过关了 我copy贴上 对 对 他就这样 照不来 没有对 结果说 怎么会这样 这些个性 就慢慢了 弟弟呢 我就轻得像什么 对 鸡精锋 对 那这样 你要怎么调整 他们两个教育方式 你怎么没想到 我就说 像姐姐 我都永远在等她 我在那边急着钥匙 可是因为这样 我就会变比较有耐心 我的渣男 就是他自己很急 很冒失 但是我反而要拉他 跟他说 如果我们慢一点 会怎么样 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他愿意慢下来 看慢一点 跟那么急 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 这种 真坏说 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我真的是想说 如果是为了要让小孩子 好的话 我一定要调整我自己 怎么调整 因为我看你找 你觉得你爱运动 你也要去吃饭 你也要吃好吃米 那一个妈妈 因为很多妈妈 还是爸爸 好像觉得自己过得比较好 对不起 孩子的同样 我这样讲是有点病态 可是我真的 我真的有点便宜 没错 因为好人都要让孩子 可是我觉得 你有制度 你有照顾自己 是怎么这个很重要 我经常跟他们说 妈妈快乐 你们就会快乐 而且要常常洗脑他们 所以虽然是开玩笑的 但是我就跟他说 好吃的东西 要留给妈妈吃 但是说真的 你会不给小孩吃吗 一定会 对 但是我是 我会把这样子的话讲出来 对 我希望他们能够 多替别人着想 因为我们现在 孩子说真的 都太 以他们为重心 那如果你再讲 你又用说的 说出嘴 说 所有好的我都留给你 我可以不要吃 这样不行 即使是只是讲一下 也是要说 我一定会讲 一定要等爸爸回来 才可以吃饭 当然 有时候爸爸真的 看不回来 我就会说 爸爸说让我们先吃 但是我们一定要 留一份给爸爸 其实你爸根本没说 但是我就是一定要把这种 这种场面要做出来 来 这是重点复习 我们要等爸爸吃饭 好吃的蜜 你也要让爸爸妈妈吃 我们也要吃 来现场 好问是刘昭义 他写一本 教养书来 是说苦海浮沉记 可是我的渣男跟逆女 说学生跟女孩 这个过程怎么相处 但因为有一个身份 他身份是没有人家 他政治工作 这个会不会对 你的家庭还是孩子 他会觉得 好像不知道怎么讲 会有这个问题吗 本来就是 因为很年轻 就是从事政治工作 所以好像小孩子 很小就知道 他们的 像我们儿子 跟爸爸出去的时候 看到人主动 跟爸爸握手 他的反应是说 那你怎么没有找我握手 因为他以为 这是人际间的礼貌 就是见面一定要握手 有时候是 有时候在路上 不认识的人 主动跟爸爸说 我很喜欢你 我要跟你握手 然后我们儿子那时候 他可能三四回而已 就是还可以讲话 然后就跟那个路人说 那你怎么没有找我握手 他以为这个是 所以就说 他们很习惯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比如说 爸爸也是会跟他们说 我们如果在外面 有的人对我们 很好 我们还表达我们的谢意 因为他不需要的 不一定人 一定要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小孩的教育 也蛮重要的 所以像我们现在出去 我们小孩跟我们小孩 都知道 如果我们到餐厅 老板如果招待我们吃什么 你别的菜没有吃完 没关系 我们家规定 只要是人家招待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 很感谢的把他吃完 才能表达我们的谢意 所以他们都知道 这样子 不过我看到你有些 对话里面 你找我孩子 逆女也叫爸爸 你这个政客 对啊 因为我们会开 爸爸的玩笑 拿爸爸的工作 开玩笑 对 就是我们可以面对 就是爸爸也要 妈要很有幽默感 爸爸也要很有幽默感 因为就是说 基本上 对我的 女儿和我女儿来说 因为他们常也听到 妈妈在嘲笑爸爸 你们这个政客 所以他们也不觉得说 讲政客是多么 贬义 但他们知道是在开玩笑 是在亏爸爸 可是他也没有 特别觉得说 好像很糟糕很糟糕 对 因为他们大概知道 爸爸在做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要对政治工作 有平常心看待 其实 说起来简单 其实不容易 大概因为是 生长在这个家庭里 所以像我儿子 三岁就去上街头啦 对啊 然后女儿也是 就是从小我们到街头上啊 什么的 他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啊 有时候就叫同学 说 在哪里来的 很好玩啊 对啊 因为我 为什么 我刚幽默感动这个家庭 最重要的是说 比如说 赵瑜说 自己的好心是渣男 那有时候会看到脸书嘛 你说他就是 现在已经要12岁了 他好像常常会 好像 对他喜欢的 对象还是什么 他很会表达 他就自己嘴 让你来啊 人们都说 他比他爸爸 更适合从政啊 对啊 所以一直好好地做 什么职业的测试啊 吓起来 吓出来是 适合的 从事的政治人物 我说 我要拼到 我把他离掉了 我怕死 对 一个主持一个就有了 是 但是就是说 他耳濡目染 他就会觉得说 就是多去跟人家 拨拨 跟人家公围 这就是很快乐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温暖的特质啊 那女儿的部分 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 那他也要出国了 他我想有很多人 对那个孩子 好像要出国 感觉还很期待 心里还会这样 你会吗 一定会啊 毕竟这个小孩 跟在你身边 这样子 你看从小 这样捏到大了嘛 而且尤其是 女儿子 我背着很多 我陪伴他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我们两个也一起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还在想说 但是他值得 他值得出去闯一闯 我自己这么认为 然后他值得 用他自己的方式 去认识这个世界 不要再用妈妈的方法 不要再用爸爸的方法 或是别人的方法 他应该要靠自己 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很 我真的很祝福他 可以出去 学习 所以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当你出去的那一天 我就知道 你再回来 你就是客人了 我真的要 我真的这么想 我真的想 因为那 他已经长大了 你出去那一天 你又回来就变人家了 是 我很难想象 一个妈妈可以 可以想到这里 就是他不一定 真的是客人 但是 你知道 他已经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了 所以他再回来 这个家里 他 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我希望 顺利的话 是这样子 对 所以 那你的那个先生呢 我先生就是一个 没出息的家伙 他就是对于小孩要走 他就是会万般的不舍 因为他最大的人生 最大的希望就是 他的女儿 就在家楼下上班 儿子就在巷口上班 这样子 或者是就嫁给邻居之类的 我先生就是很放不下 但是 我并不是说 我很冷酷 而是说 我觉得 他们应该要出去的 因为他有能力啊 又知道嘛 你都没烦恼 真的他都没回来 我女儿小的时候 跟我讲过 跟别人也讲过 她说 我每次参加什么比赛 我都知道 我妈妈 会在起点 帮我加油 然后我就放心的冲出去 因为我知道 我到终点的时候 她会在那边等我 这是我女儿 很小的时候 就讲的 好像一个诗人 所以 我真的不会担心 她形体上 有没有再回来 跟我们一起 在像小时候这样子 鬼混啊 过日子 可是我知道 她心里一定会有我们 然后她知道我们都在 因为我们就在终点线嘛 那我一直会告诉她 我这回我一直会告诉她 终点线不一定会有我在 可是你一定知道 在哪里找我 我觉得 这个听起来就有勇气 可是我真的自己 像我自己也是出国念书嘛 我有感觉 我爸爸就很辛苦 就是会常常的思念啊 回来后 回来休息 那是很不感 你又不会出去的感觉 因为在空潮期嘛 所以 毕竟孩子 他自己有的生活 我们也很幸福 可是做父母 要怎么 让自己的心灵 更更空间 去面对这样的时间 不要太辛苦 我感觉你对自己 要有信心 你可以做得很好 有信心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你要有你自己的快乐 其实这个事情 不是今天你才 比如说今天你 你女儿背出去 你今天才开始培养 不行 你要自己 就是这个是一个 一直以来的 其实像我现在在养小孩 可是我还有我自己 一定要有自己 你要有自己的生活 你要有自己的喜好 或是你自己的关注的事情 这个东西不能说 小孩没在的 你带来找 好 今天即使你以前没 好 小孩没在的 你开始找 你也要动作要快一点 不能把那个 你的生活 全部都寄托在小孩身上 为什么 我觉得小孩压力太大了 这样会让小孩 小孩很聪明啊 他也不知道 他一定知道 你对他的依恋啊 你对他的这些牵挂 可是我觉得小孩要飞的时候 你绝对要给他最好的后援 可是不能牵扯 拉扯着他 其实我这么想 我要做一个坚强的阿母 我的目的还是为了我的孩子 我一定要笑着送他离开 我就很少看到这个策略战略 叫你牵挫的阿母 我看他 他拔 这样不行 对啊 孤单只能有一个 你就要帮我这个 我要做帮 真的真的 对 早已有跟我们讲一个 我看他 他面对空潮 不一定是出国讨历 可能是去 白了所在的工会啊 什么 我们本来就要 跟自己照顾好学 不要让孩子出去 我们感觉在烦恼 他又在烦恼烂 是啊 会呢 我听到我朋友说 我是没看我妈妈 不过他很不幸的啊 对啊 他说 下星期才回去啦 其实他心里是很高兴的 是啊 就是知道父母是有自己生化的 是啊 有的朋友也说 这个礼拜 为什么你又没有回来 你都没有来找我吃饭 其实这个对双方压力都很大 那我比较希望说 我跟小孩之间 就是纯粹的是爱 很纯粹的就是爱的连结 不要有给互相很大的压力 早已有给我想到 我一个朋友 有三个小孩 他心里的时候 他会破脸书 说 哦 11点50分 老大已经卡定位 跟我说生日快乐 这中午老二 心里减两个已经来了 我本来没有说 这个老三已经完全不记得我 破脸书 我想说 我觉得我们年龄越大 也许真的会 越来越退化 会想要跟小孩撒娇 对 但是这个 我希望尽量不要 我觉得跟小孩撒娇也蛮好的 说真的 有时候就让他知道说 你很想念他 但是我就是说 你要抓准分寸 你只是小孩子的爸爸妈妈 要抓准分寸说 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来 在我的渣男与逆女 刘昭宇就我们教养苦海 浮沉记 我们可以带他 带他 买来看一看 随时给他看一看 谢谢 补充正能量 这下昭宇 谢谢 谢谢敬贤 谢谢大家 各个无意书 最精彩热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